为了配合2020大马旅游年,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最近进行了提升。除了加宽等候范围,新的排队方式也使得入境手续变得更加快速。如今新措施已经奏效,旅客们也给予高度赞赏。 去年,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曾经多次接获旅客投诉,指机场的入境柜台办理手续耗时,除了造成人潮拥堵,还导致不少旅客因此错过了转机航班或重要的活动。 经过了大马机场控股公司,连同移民局以及亚航,利用七个星期的时间积极做出改善以后,如今旅客们都感受到了新措施的效果,赞誉有加。 2018年,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记录了3100万的访客人次,在今年2020年大马旅游年,机场访客人次预料将会出现提升。 过去在高峰时段,入境旅客基本上都需要排队等候大约一个小时,如今,等候范围已经扩大到1400平方米,相比起之前扩大了一倍,能够在高峰时段容纳多达1000名旅客。 与此同时,开设了多通道入境柜台以后,也能够加速移民局官员的检查程序。